怀疑我家猫是五星级的调酒师 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刚刚出门拿快递被热成了狗 于是我就随口抱怨了一句 这么热的天谁受得了啊 啊 渴死我了 这时小西米似乎get到了我的想法 妈妈稍安勿躁 好喝的饮品马上就到 我先悄悄做个攻略 那我就给妈妈做一杯好喝的金鱼气泡水吧 开始行动 爸 我亲爱的妈妈 快来尝尝我亲自给你调的金鱼气泡水吧 小西米你做的气泡水也太漂亮了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西米你调的饮料也太好喝了吧 妈妈喜欢就好 屏幕前的你们这次会给这位小西米调酒师打多少分呢 我要满分 怀疑我家猫是米其林餐厅的大厨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我刷到了闺蜜的这样一条朋友圈 于是我就羡慕地说了一句 人家男朋友可真好 这时小西米似乎看出了我的失落 竟然 妈妈别难过 晚餐我也能做 先来做个攻略 那我今晚就给妈妈做顿浪漫的烛光晚餐吧 开始行动 先把所有食材洗干净 下面开始备菜 先做一道我最拿手的秘制烤翅 再给妈妈做一道她最爱的番茄意面和爽口的三文鱼刺身 最后再做一份低卡甜品 准备的差不多了 妈妈开饭了 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呀 妈妈请用餐 天呐小西米 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烛光晚餐吗 哇 也太夫妇了吧 妈妈你赶紧尝尝吧 明明你也辛苦了 来 你也陪妈妈一起共进晚餐吧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大家这次会给这位会做烛光晚餐的小西米大厨 打多少分呢 打多少分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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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比赛正式开始 这次两只小家伙到底会把乒乓球拍改造成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小西米和Coco正在努力创作中 你们点个小安心跟我们家加油吧 接下来请看作品 小西米这次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熊猫 带着他的小伙伴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助威 而Coco也画了一副举着火炬的奥运吉祥物为他们加油打气 现在投票时间到 这次你们更喜欢谁的作品呢 小西米和Coco的厨王争霸赛 自从之前小西米给我做了很多美食以后 想不到评论区的宝宝居然 怎么可能 我最近正在闭关学艺呢 Coco让你进学成归来 今天就和小西米来一场厨王争霸赛吧 看王者归来 想赢我没那么容易 两只猫的对决正式开始 那我今天就给妈妈做一道我刚学的新式早餐 相信她一定会喜欢 那这次我就给妈妈做一份忠实幸福早餐 帮妈妈暖暖胃 两只猫正在精心制作早餐中 大家快点点小爱心为我们家加油吧 接下来请看他们的厨艺展示 Coco你今天做的是什么呀 我做的是明明鸡蛋小汉堡 陪你来喝的烟烟美食 天哪你做的小汉堡也太可爱了吧 妈妈快来看看我做的吧 那小西米你做的什么呢 我做的是水晶虾脚罐汤包配养味三鲜汤 哎呀好香啊 明明你总是这么贴心 那么现在难题来了 你们觉得到底谁才是今天的厨王呢 天哪我居然养了一只这么暖心的小猫 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今天一直在忙工作 就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不料看到日历的小西米去 跑车能快干嘛 妈妈工作这么忙 那我就悄悄做碗长寿面给她一个崇喜吧 小西米正在精心制作美食中 姨姨们快送个小爱心给我加加油吧 妈妈别忙了 先放下工作跟我走吧 哎小伙伴去哪呀 出于无奈我只好跟了上去 接下来让我感动的一幕发生了 亲爱的妈妈生日快乐 快来尝尝我给你做的长寿面吧 妈看起来好香啊 真的没想到小西米刚刚在厨房忙活半天 居然是在给我准备这么美味的长寿面 咪咪有你真的是妈妈的福气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你会为这么暖心的小西米大厨打几分呢 情人节没男朋友就养只爱你的小猫吧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男朋友出差没办法陪我过七夕 于是 哎呀这个七夕也太没意思了 这时小西米似乎看出了我的失落 妈妈别难过你还有我呢 先去房间做个公寓 妈妈喜欢梦幻的蓝色 那我今天就以蓝色为主题 给妈妈做一份超级梦幻的 耶兰雪山布丁吧 相信妈妈一定会喜欢 妈妈情人节快乐 天呐小西米 这个布丁好漂亮 真的没想到 她刚刚在厨房忙活半天 竟然在偷偷给我做布丁 哦好Q她啊 我真的已经迫不及待了 小西米你才是上面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这么懂浪漫的小西米 你会给她打多少分呢 谁懂啊 我居然咬了只这么贤惠的猫女儿 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今天下班回家太晚 我就打算随便拿包泡面对付一下 结果当我正准备享用的时候 妈妈快住手 小西米怎么了 泡面多没营养 不如让我给你露一手吧 看来妈妈又有口福了 开始行动 那今天干脆就做我最拿手的米飞泡澡的 相信妈妈一定会满意 天呐什么味道这么香 姨姨们别忘了点个关注和小爱心支持一下我哟 五分钟后 亲爱的妈妈快尝尝我给你做的米飞泡澡吧 天呐这也太可爱了吧 小西米你果然是妈妈的贴心小喵 所以这么贤惠的猫女儿 你们觉得我应该给她今天的表现打多少分呢 谁懂啊 我居然养了只这么暖心的猫女儿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就带皮皮出门去体检了一下 结果回家以后 哎呀今天外面太热了 这时听到我抱怨的小西米雀 妈妈你休息一会儿我去做点冰棍给你姐姐薯吧 姐姐做什么口味的呢 今天天气这么炎热那我干脆就给妈妈做一份超级结薯的西瓜棒冰 让妈妈凉快凉快吧 妈妈快来尝尝我给你准备的西瓜棒冰吧 天呐小西米你也太懂我了 冰冰凉凉的也太过瘾了 小宝贝云女真的是妈妈的福气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你会为这么暖心的小西米打几分呢 天呐怎么会有这么粘人的猫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明天一大早要去上海亚虫展 所以我就连夜打包好了行李 谁知 打开行李箱把猫拿出来 把衣服放进去把猫拿出来 放好洗漱用品把猫拿出来 妈妈带我去吧 小小一只不会被发现的 于是两个小时后 一到达亚虫展现场 天呐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哇全是宠物用品 这简直就是本喵的天堂 妈妈快看那是什么呀 走吧我们进去看看 天呐这么可爱居然是个猫砂盆 妈妈赶紧让我进去感受一下吧 小西米你怎么睡在里面呢 快出来旁边有好吃的要不要去 马上去 可怜的小流浪也不能饿肚子 走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哇小西米快看这猫娃好漂亮 迫不及待赶紧进去体验了一下 妈妈我两个都想要 咪咪你今天就是小兔子警官 再来试试这条公主群 你们哪件更适合我呢 猫和狗真的能和睦相处吗 前几天逛亚虫展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笔熊 因为感觉跟它特别投缘 索性呢我就把它带回了家 因为家里从来没养过小狗 所以一路上我的特别担心 也不知道家里的三只猫是否能够接受 回家以后为了让它们能够快速融入 我就把小狗放到了笼子里 小兴命倒是没什么反应 但是皮皮就不一样 你看它一直往笼子里面看 你谁呀 为什么一直待在我家 皮皮人家都睡着了 你这干啥呀 而可可呢也不知道它怎么想的 因为狗狗被我关在房间呢 它就一直趴在门口 看到狗狗出来以后呢 又有点害怕 你别过来 然后小狗就一直追着它跑 你好我们交个朋友吧 还围着它一直打转 转转转转的我头都晕了 然后狗狗只要一靠近它 它就跑 现在这只小狗还没有名字 大家快来帮我给它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来了来了 妈呀我的猫女儿也太贴心了 事情是这样的 之前在小区里碰到了一只可爱的小流浪 所以最近每天我都会去楼下给它投食 拜拜 因为天气太热 本想回家以后拿个冰棍姐姐鼠 谁知 雪糕啥肉吃完了 接下来让我感动的事情发生了 亲爱的妈妈 你别着急 美味的雪糕 你的小薪米我也会做 妈妈这么有爱心 那我今天就用羊奶粉给妈妈做一份奶香浓郁的 Highlight Katie雪糕吧 谁呀 来了来了 哎什么东西啊 姐姐快开门 有你的快递 妈原来是我在天猫APP买的猫草到了 刚好我的雪糕也差不多了 妈妈快来尝尝我给你做的Highlight Katie雪糕吧 天呐这也太可爱了吧 小宝贝有你真的是妈妈的福气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你们会为这么贴心的小薪米打多少分呢 天呐我居然咬了只这么心灵手巧的猫女儿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给Coco剪指甲的时候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哦这个啾啾粉粉嫩嫩的好香啊 谁知看不过眼的小薪米雀 妈妈快住嘴你要想吃猫爪我去给你做 开始行动 那我今天就用QQ糖和牛奶给妈妈做一款美味又可爱的猫爪布丁吧 免得妈妈老去啃弟弟的臭脚鸭 想说我的精油可香了 最后放冰箱等待成型就可以了 咪咪辛苦这么久现在顺口凉吧 哎呀差点忘了我的布丁 妈妈快来尝尝我给你做的猫爪布丁吧 哇这样比Coco的舅舅还稳呢 而且QQ糖糖的好可爱 我的小宝贝你也太能干了吧 谢谢夸奖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你们会给这么心灵手巧的小薪米打多少分呢 家人们 这个人莫名喝水的方法也太好使了 刚开始小薪米还有点不敢喝 我先来试试看 也没有毒 结果 妈呀 这是什么神仙水 也太好喝了 没过多久 家里最不爱喝水的匹提也来了 我们是在 啊 吃的鸣心 昂贵了港金 你说在一起要爽 他喵得幸亏我脖子戏 Coco就没这么幸运呢 居然一口都没给我留 老刀 你给我留点别喝光了 天呐 我的猫女儿也太孝顺了 今天在网上突然看到了个水果的新吃法 于是 小薪米 你会做这个水果波波球吗 当然会做了 妈妈 你先等等我 这些水果应该够了吧 开始行动 水果切成丁以后放入模具 然后在锅中加入白砂糖和白凉粉 水开起泡后倒入刚刚放好水果的模具中 凉两分钟 一个小时了应该差不多了 妈妈 你要吃的水果波波球做好了 哇 小薪米 你做的波波球五颜六色的也太漂亮了吧 而且跟超市买的果冻一样 蹲蹲蹲的 好Q弹哦 小宝贝 你真不会是咱家的小厨神 你们觉得这次应该为这位小薪米大厨打多少分呢 天哪 我的猫也太贴心了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 本打算去超市买点月饼 当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 妈妈超市的月饼哪有我做的新鲜 你想吃什么口味的我去给你做 嗯 那就椰蓉的吧 没问题 你所有的心愿我都会帮你实现 妈妈平时喜欢糯唧唧的口感 那我今天就用椰蓉给她做一份软糯香甜的冰皮月饼吧 相信妈妈一定会喜欢 但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 姨姨们快给我点个关注和小爱心替我加加油吧 妈妈快来尝尝我给你做的好事发生冰皮月饼吧 天哪 小薪米你也太能干了 也祝妈妈事事如意好运连连 嗯 你真不会是妈妈的开心小喵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大家觉得我应该为她今天的表现打多少分呢 精致女生吃早餐前的仪式感 早安 亲爱的小薪米公主 喵 喵 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给我家猫打造了一个超梦幻的海底世界 事情是这样的 中秋节的时候小西米居然给我做了一份超级美味的好事发生冰皮月饼 小宝贝快睡吧 于是趁它午休的时候 我悄悄去附近的花鸟市场买了好多漂亮的小鱼 准备给它打造一个超梦幻的海底世界 妈妈这个鱼缸好大呀 可可快出来我们现在布置一下 妈妈我来帮你吧 现在把鱼缸的底部铺满砂石 然后再把不同大小的鹅卵石放在上面 为了让海底世界看起来更丰富 底部再放一些水草和水晶石来装饰一下 这个小房子就作为小鱼的躲避屋 海底生物可以打造一些海滩的感觉 然后把鱼缸注满水 哇塞 这个鱼汤真的好鲜美 你又偷喝 最后把所有的小鱼都倒入鱼缸 妈妈的小宝贝该起床哦 小心咩 看看这是什么 哇塞 原来海底世界是这样的 妈妈里面的小鱼看起来好美味呀 我的小宝贝 赶紧进去试试吧 大家觉得小西米的海底世界还缺点啥呢 小猫咪的国庆庆生理 今天我带小西米去楼下散步的时候 看到小区里为了庆国庆 挂满了小红旗 谁知 啊 小西米你去哪儿 妈妈赶紧跟我回家吧 刚开始我还以为她是着急回家干饭 直到到家以后我才发现 妈妈我也要画幅画给祖国妈妈庆生 小西米 想不到你还有这觉悟 走吧 马上安排 妈妈我也要参加 既然如此 小西米可可 那你们今天就以国庆为主题来PK一次吧 下面猫猫国庆画画争霸赛正式开始 这次他们到底能创造出怎样的作品呢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 你们快点个小爱心替我们家加油吧 两个小家伙正在全身心投入创作 接下来请看作品 Coco这次的作品就叫她锦绣中华 就祖国妈妈来如唱圣圣圣和舞呀 而小西米的作品就叫她红旗飘扬 也祝愿我们的祖国明天更加美好 现在投票时间到 这次你们更喜欢谁的作品呢 我居然养了只这么暖心的小猫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杭州的天气特别像坐过山车 明明刚刚带我家狗子出门的时候还晴红万里 结果没过多久 哎妈呀 怎么这么大雨 随后身体就向我发起了警报 妈妈怎么回事 可能着凉了 本以为她是嫌弃的跑看 可是万万没想到 既然妈妈嗓子不舒服 那我现在就为妈妈做一份 能够清烟沥喉润肺咳的冰糖炖雪梨吧 希望妈妈能够早日康复 姨姨们快给我送个小爱心替我家加油吧 半个小时后 哇 什么味道好香啊 亲爱的妈妈赶紧把我做的这碗冰糖炖雪梨喝了吧 我的小宝贝也想的太周到了吧 迫不及待尝了一口 味道真不错 那么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你们会为这么软心的小西米打多少分呢 我居然被一只猫照顾了 事情是这样的 国庆节带豆豆去江西旅游了一趟 结果回家以后 小宝贝们 妈妈回来了 哎呦 小西米 本想趁机撸撸小西米 谁知 哎呦 不行了 不行了 接下来让我感动的事情发生了 亲爱的妈妈 你到底怎么了 可能是这两天辣椒吃多了 没事 你的小西米 我有办法 既然妈妈肠胃不舒服 那我就用这些食材给她做一碗可以滋养脾胃的养生粥吧 相信妈妈喝完一定会慢慢好转 姨姨们快动动手指为我加加油吧 十分钟后 亲爱的妈妈 快过来喝粥吧 妈妈 你赶紧尝尝我给你煮的苹果小米粥吧 迫不及待 品尝了一口 天哪 这就酸酸甜甜 软软糯糯糯的也太香了 我也好想尝一口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你们会为这么会照顾人的小西米打多少分呢 我要满分 带只爱操心的小猫出门是种什么体验 小西米快看 妈妈看什么 瞅瞅 这里的格三花真的好美 确实漂亮 要不我们今天就去这里赏花吧 好啊 那我们先来换件漂亮的衣服吧 太好了 咦 咪咪 这件怎么样 妈妈眼光独到 这件蓝裙子拍照肯定出片 好了 我们现在出发吧 接下来让我自愧不如的事情发生了 花花草草里肯定有很多蚊虫 妈妈这个蛆虫药剂的戴上 瞧我这进行 我都差点忘了 今天外面很晒 妈妈你的遮阳帽也别忘了 小宝贝 还是你想的周到 来 快上车 我们出发咯 嗨 鲁米 在哪 放手好听的音乐 正在播放周杰伦的道箱 再打开座椅按摩让妈妈放松一下 好的 帮你把座椅按摩打开了 咪咪 你真不会是咱家的小管家 半个小时后 哇 亲爱的妈妈 我看到花海了 天呐 这里的格三花居然比照片里还美 让我近距离好好欣赏一下 这个橙色花花我好喜欢 来 小新蜜 看镜头 妈妈可不可以再加点氛围 小新蜜 看看这是什么 戴上它你就是真正的小仙女啦 诶 对对对 就这样 保持住哦 诶 小新蜜 这里好像可以骑单车呢 走 妈妈带你环游花海 我的小宝贝 坐稳哦 这个视角的花海果然美不胜收 妈妈你都流汗了 这个纸巾给你擦擦汗 哎哟 我的小宝贝你也太贴心了吧 来 我们上道具 哇 这是要给我拍最近流行的镜子照吗 等等我先洗洗脸 诶 宝贝别动 天都黑了 小新蜜 走我们回家咯 谁能拒绝这么暖心的小猫呢 今天和小西米在公园散步的时候 突然 哇 那边有彩虹 哦 确实漂亮 于是我就遗憾地说了一句 彩虹虽美 但是太短暂了 谁知小家伙似乎听懂了我说的话 妈妈别难过 我有办法帮你弥补遗憾 结果回到家以后 让我感动的一幕发生了 既然彩虹转瞬即逝 那我今天就给妈妈亲手做一份 刚崩萃的非油炸彩虹薯片吧 希望这么绚丽的彩虹 能够治愈妈妈的不开心 小新蜜 辛苦这么久了 现在给你加个餐吧 太好了 我的薯片好像差不多了 亲爱的妈妈 快尝尝我给你做的彩虹薯片吧 哇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薯片 这五颜六色的也太治愈了 迫不及待尝了一口 酥酥脆脆的也太好吃了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你会为这么暖心的小西米 打多少分呢 谁懂啊 我居然养了只这么暖心的猫女儿 最近天气突然转凉 于是我就对小西米随口抱怨了一句 这么冷的天 要是能吃顿火锅就好了 谁吃小西米去 妈妈放心一切都交给我 妈妈吃不了了 那我就用这个超大的冬瓜 给她做顿美味又健康的冬瓜火锅吧 小西米 我来帮你吧 那你就帮我做一份猪肉打牛肉丸吧 我敲我敲 这个得敲9999下才好吃 再加入一些食材 等火锅煮开就可以吃了 妈妈快来尝尝我给你做的冬瓜火锅吧 我的天哪 看起来好丰盛啊 先来尝一下可可做的脚打牛肉丸 果然吃下去感觉浑身都暖暖的 明明你真不会是妈妈的贴心小喵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大家会为这么暖心的小西米打多少分呢 可爱鬼万圣节变装大比拼 马上就是万圣节了 于是我就在网上买了这些服装道具 准备给家里的四小只举办一次 万圣节变装大赛 可可 要不这次就你先来 来 首先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 大家好 我是一名冷酷无情的海盗杀手 你是哪位 看什么看 没见过我这么帅气敌人的海盗杀手吗 妈妈 我申请马上出战 来吧 豆豆 该你啦 大家好 我是二号选手 请叫我万圣节小甜瓜 爱妈呀 请问你是哪位 皮皮 她是豆豆 医医们 别忘了给我投票 妈妈现在是不是轮到我了 来吧 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 这是啥呀 医医们 我可是三号选手千年木乃伊 皮皮 你怎么动不了了 你懂什么 我cost的是伤员 呀 你这是受伤了吗 小心咪 总算轮到我了 大家好 我是四号种子选手哥特修女 那么这次你们更喜欢哪位选手呢